巴黎奥运结束了 不过跳水金牌好手全红蝉 仍是大陆民众瞩目焦点 有人捕获野生全红蝉 出现在苹果专卖店 说要买一只最好 容量最大的手机送给妈妈 结果酸民质疑 身为国家运动员应该支持国货 但也有人反批 花自己的钱 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不要道德绑架 刚没估算全红蝉 鞋背的这款名牌包 要价近新台币12万 上面挂的两只 法国精品乌龟吊饰 价格大约三万三 外加智慧手表一万三 全身行头 合计至少十六万五 全红蝉穿的用的 都备受粉丝关注 我觉得我跳好了 然后把训练做好 那一刻才有天才 全红蝉夺得金牌后 广东湛江的老家 被大批游客挤得水泄不通 全红蝉爷爷的家门口 不仅变成小吃一条街 甚至还有游客闯进家门 被劝阻后 还得意的跟友人挥手炫耀 只见全红蝉的爷爷 脸色凝重 还得维持礼貌 关门谢客 看准这股商机 大陆有旅行社推出 新台币260块的 全红蝉老家 一日游行程 村子里也开了餐厅 卖起烤乳猪和白斩鸡 有网友戏称 靠全红蝉一人 就拉动全村GDP 但有更多人痛批 这些游客商家蹭热度 也该有个限度吧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